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篇三十章 一到十二节 耶和华 我要尊宠你 因为你曾提拔我 不叫仇敌向我夸耀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曾呼求你 你医治了我 耶和华 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要歌颂他 称赞他可纪念的圣民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至于我 我凡事平顺 便说我永不动摇 耶和华 你曾施恩 叫我的江山稳固 你眼了面 我就惊慌 耶和华 我曾求告你 我向耶和华恳求 说 我被害流血 吓到坑中 有什么益处呢 尘途岂能称赞你 传说你的诚实吗 耶和华 求你应允我 连续我 耶和华 求你帮助我 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麻衣脱去 给我披上喜乐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 并不住声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今天我们一起来默想这诗篇三十篇 那么这诗篇三十篇呢 在前面这样写到 大卫在建殿的时候 做这诗歌 让我们看大卫啊 他有没有建圣殿呢 没有 他想为神来建造圣殿 他准备好了一切这样的材料 钱 一切都 人力都准备好了 但是神通过拿单先知呢 告诉大卫啊 不要建殿 要让你的儿子呢 来建造圣殿 所以大卫在他的一生里面 他并没有建造圣殿 但是在这里面说 大卫在建殿的时候 做这诗歌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呢 大卫虽然没有建造这圣殿 但他的心里面却对神的这个建造圣殿的这样的一个恳切和一种盼望 也就是他里面充满了对神的这个爱和感谢在他里面 所以他虽然没有建造圣殿 但是他却写了这首诗来感谢赞美神 以建完圣殿的这种心态呢 来写了这首诗啊 那么在这一节到三节呢 我们先看 大卫呢 是回顾他的一生 然后在这里面来感谢神的引领和恩典和救赎 耶和华啊 我要遵从你 因为你曾提拔我 不叫仇敌向我夸耀 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曾呼求你 你医治了我 耶和华啊 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 所以在这个里面 大卫呢 不是讲某一个时刻 而是回顾他 整个一生来在这里赞美他 所以在仇敌面前 你让我得胜 救把我 然后呢 在我软弱的时候 得病的时候 犯罪的时候 你来医治我 然后说 你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出来 在苦难 痛苦 在软弱 跌倒 犯罪的时候 救出来 不至于下坑 让他能够悔改 及时悔改在神的面前 所以大卫把整个自己的一生 所有的事情当中 神的作为 综合在这里面 用一到三节来赞美神 然后呢 大卫又在四到五节里面 呼吁百姓们一起来赞美神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要歌颂他 称赞他可以纪念的圣民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这就是神的恩典 让百姓们赞美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来赞美神 神的怒气呢 只是转眼之间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跌倒的时候 神对我们的惩罚 这是转眼之间 但是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转眼之间和一生的这个对比 虽然一宿有哭泣 那么早晨呢 我们有喜乐 有新的盼望 有新的祝福 大卫在这里面呼吁要赞美神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这样的来赞美神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救赎我们 拯救我们的神 来赞美神 我们在里面分享大卫的诗 甚至整个诗篇里面 不断强调的一个就是赞美神 赞美神 赞美神 我们要如此地来赞美神 真的祝愿我们弟兄姐妹们 能通过这诗篇 这个灵修以后 能够成为一个赞美神的人 向神献上感恩的人 然后大卫呢 在这六到十节里面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里面 因他的骄傲 因他的软弱 跌倒 所以在这样的痛苦当中 但是神没有撇弃他 神依然拯救他的这样的真实的 向众百姓来敞开自己的这样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至于我 我凡事平顺便说 我永不动摇 耶和华 你曾施恩 叫我的江山稳固 你眼了面 我就惊慌 耶和华 我曾求告你 我向耶和华恳求说 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 有什么益处呢 尘土岂能称赞你 你说你的诚实吗 耶和华 你应允我连续我 耶和华 求你帮助我 大卫在这里诚实的说 曾经神他让他得胜 让他的江山稳固 但是他却因为他的软弱 他的骄傲 他跌倒在罪恶面前 很明显的大卫有这样的两次 一次是他与别斯巴的奸淫 然后杀了乌利亚的罪 然后第二个呢 是他鼠点 这个以色列能够征战的人 没有依靠耶和华 而是依靠自己 所以这个两次 大卫重重地跌倒在 罪恶面前 但是神没有让他下在阴间 当大卫马上悔改 归向神的时候 神依然拯救他 与他一起统在 所以十一节大卫这样说 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蚂蚁脱去 给我披上喜乐 这就是大卫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谁不跌倒呢 我们谁不犯罪呢 谁敢在耶和华神面前 我们的主面前 夸口说我不犯罪呢 你看这个彼得 他在耶稣被抓之前 耶稣预言 第三次预言 自己将要被抓 受长老闻事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的时候 彼得说 都背叛你 我不会背叛你的 并且当耶稣被抓的时候 他也能够敢勇敢地拿出刀来 要保护耶稣 这样的彼得 但是在大祭司 该亚法的院子里面 面对别人的控告 彼得害怕了 他三次否认耶稣 并且第三次 他是咒诅地否认耶稣 彼得跌倒了 如此大门徒 如此夸口过的彼得跌倒了 这就是我们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靠我们自己 永远都无法站立在那里面 但是 彼得改变了 他怎么改变的呢 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 如此背叛过耶稣的 因为害怕 因为生命的危险 害怕的彼得 彼得能够在公会面前 在《使徒行传》四章里面 他说什么呀 他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顺从你们 不顺从神 这是不合一的 他不害怕死亡 为什么 因为圣灵 很高在他里面 也就是说 拯救大卫的神 把他的灵 给大卫这样平安 喜乐的神的灵 也同样临到了彼得里面 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要依靠神 让神 圣灵来充满我们 我们要依靠圣灵 我们才能够战胜于我们的罪 并且 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我们要马上悔改 继续依靠圣灵 过一个顺从主的生活 所以十二节说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 并不住声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只有当我们 紧紧的依靠圣灵 每一天每一天 顺从神的时候 无论是顺境逆境 无论是我顺从了神 还是没有顺从神的话语 而跌倒的时候 但是能够马上悔改 归向主的时候 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一生来歌颂 赞美我们的神 各位弟兄姐妹 愿着大卫的告白和歌颂 能够在你的里面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这样的祷告 主啊 当我们的生命里面 无论是成功的时候 还是失败的时候 都让我们来赞美荣耀你 一生来赞美你 主啊 我们知道靠我们 我们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今天向主你呼求 神啊 你来帮助我们 圣灵啊 你来充满我们 来引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分辨 让我们能够顺从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战胜 魔鬼撒旦的攻击 圣灵 请你来充满我 让我里面 有赞美你的喜乐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